特朗普在为对中国获征关税辩护,并打算措施见效。但不怪罪中国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Twitter发布短片,再次为华府对中国获征收关税的措施辩护,又大赞措施见效。 他在片段中批评中国长期占尽美国便宜,但他认为要怪罪的不是中国,而是过去历见美国领袖及政府。 在长达两分钟的片段,特朗普说,我们正在制定其他贸易协议,但最重要的是中国,因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占我们国家便宜。 但他强调不怪罪中国,而是过去容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历届美国总统及政府。 他说不希望继续有3755亿美元的贸易赤字,唯有通过征收关税来解决这个问题。 特朗普在片段中促请中国对美国开放农产品市场,他声称关税确实取得正面的效果,我们正在改变一切,我们正在迅速改变它们。 除了维针对中国的关税措施辩护,他已打赞自己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,声称已经成功改变了美国的形象,美国不再显得软弱。 他又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例,至华府成功重新谈判,并与墨西哥达成一份公平协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